首先准备生粉半斤 灯面半斤 两只的比例是1比1 再加一勺食用盐 搅拌均匀 准备开水800克 一定要开水800克 不一定要倒完 先倒一半先 400克 搅拌均匀 好用手来 拆成块 放到案板上面拆 中毒会很烫的 如果有手套 就戴个手套的 拆成表面光滑 等下你拍的时候很难拍的 拿一块出来拉 拉的断 没有那么大精度就可以了 拆好再用保鲜袋或者保鲜膜把它封起来吧 这样不要被风吹干了 拆好了 好来我们就开始包置 拿一小块出来 再拆一下 用刀拍 你们照里面有那种刀的话 用擀面这样开也可以 这个手法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要学才行的 用刀拍呢 然后效果就薄一点 吃起来就好吃一点 透明一点 如果擀面酱的话 就厚厚的 不好吃的 这家里没那个条件 可以用那个 棍子 擀面酱来慢慢开 也行 好 现在开始包刹脚 包一个样板 来看上 这个手法也不是 看起来就很容易 其实捨起来也要捨一段时间 聪明的话就捨一个星期吧 一般人的要捨十来天才包的可以 我包的就不好 这个就是蒸好的 透明的沙角 准备 这里的珍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